这是一个马来西亚民众最避险的话题 这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但今天这起事件竟然被改编成电影了 更可贵的是这部电影竟然允许在CN上播出 这便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由张吉安制导的电影《午夜雪》 大家好,我是CJ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大大一点点击Subscribe button 关注我的频道电影提分里哦 毫不隐瞒的说,这部电影绝对不适合一般的观众 因为这是一部作者电影 什么叫作者电影? 那就是导演透过电影来创作一个属于自己想要讲述的故事 没有了架构上的限制 导演可以放手去说他想要说的故事 而这部电影,细事上就没有采用传统的山木结构 你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去观看这部电影 你只会更显得不知所措 没有明确的剧情,也没有什么角色发展 你甚至不能理解自己坐在那边被喂食了什么 你或许对你的脑袋有了许多自信 但你依然不能明白导演所安排给你的层层暗示 就怕你离开了电影院,你还要辱骂导演到底拍了什么鬼东西 要讨论这部电影,我们就不能不提到房间里的大象 513事件 513事件为马来西亚的种族冲突事件 其因于当时国家反对党第一次获得超越政府的选票 激怒了当时自政党的支持者 最后造成各种族冲突 不少人也因此事件而逝世 许多华人子弟都相信从父母口中认识到这一段过去 而这一段过去的恐惧也一并从上一代那里给继承了下来 可以猜想,当时这起事件在所有人心中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衡量的 而观看这部电影的首两个条件 是对于这起事件的认识 以及心理对于这起事件的畏惧 少了第一个条件 你不会明白电影到底在讲述什么故事 而少了第二个条件 你不会明白电影里面的人物内心正在和什么对抗 而少了以上两个条件 你不会理解这部电影此时此刻在电影里面能够播放的意义为啥 电影有意落化了角色的特性 虽然角色们有被赋予名字 但在性格上没有任何塑造 只留下对于那起事件的执念 我的解读为 这里面的所有人可以是观众里的任何一个人 即使人物故事在如何被落化 这里面的故事线依然可以追随到两个女人的身上 分别是含有两者血统的阿英和戏班班主豆娥 电影里面一共有两条时间线 分别是513事件发生了1969年和第14届大选过后的2018年 这个时间流逝是为了诉说这一事件给这两人带来的影响 即使有些观众想透过电影了解513事件 却最终依然不得而知 没办法 电影的叙述方式非常会色 你得先对马来西亚的现今社会和历史有一定的问世 才能了解张机安导演其背后想要传达给你的信息 当时我在西亚很用力的思考电影的暗示的时候 我发现座左边的朋友此刻已经开始打起了呼噜 电影的威力实在不能小觑 但我真的怪不了他 就连本地人想要看懂这部电影都如此艰难 那么对于外国观众来说门槛不是比天高吗 那么这部电影在除了保持沉默的同时 又带给了观众什么呢 1969年的时间线是我的新头号 第一幕的重要角色是经济成员 演员脸上画上经济脸谱 严肃的妆容树立起了一种不能被侵犯的形象 电影在13号宁静的夜晚之下 没有采用任何背景音乐 用狗废声作为第一轮警报 预告的街赛即将发生了重大事件 电影没有播放任何血腥画面 只有演出传言的叫喊和枪声 即使满屏火光逐天 但这一切依然非常安静 而这时候打破这片宁静的就是京剧 我没有想过 当然会以这种方式来描述这一起事件 演员哭腔声和京剧演唱 让这一幕显得神圣而可怕 我当下的心情只能用毛骨耸然来形容 声音和画面的融合至极 此刻发生一次 那一个画面可以用漂亮来形容 但同时也非常胜任 故事的第二幕跳掉了50年后的2018年 被激起的悲鸣之心和观众抱着忐忑 不然的心情来到了这一幕 电影的节奏依然是缓慢宁静的 镜子的画面不停暗示着事件背后的暗流汹涌 我们跟着角色来到的故事结尾 此刻才真正体会到 电影的中心一直都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罹难者的家属们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这个切入点真的非常有意思 电影并不是想要还原事件的发生 而是讲述被留下来的人的心情 这还倒是我没有想象过的发展 但随着故事的结束 甚至被遗留下来的人最后怎么了 这个想法一直缠绕着我的思维久久不散 如果你能够解开电影所记忆的每一个暗示 你对电影就会抱有更多的想法 属于是一直会被拿来讨论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当然做最勇敢的决定是 他不必先的把三大种族相处的不和谐之处 给搬上了大荧幕 而其实这一切呢 有许多都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而在看过电影之后 你更能感同身受每一天你早已不在意的细节 而透过张吉安的幻想 这起事件被披上一身浓浓的艺术滤镜 比如说电影五月雪这个标题原是来自月季的六月雪 而六月雪恰恰讲述的是一个冤情 更让人玩味的是 电影甚至引述了书籍马来纪念 Blai Annals的其中一段来暗示 马来人的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影响 这些东西我只能想大喊出来 这种东西过到省咩 但是在看这部电影之间需要补充这么多内容 今天讨论的重点最终还是 到底五月雪是否一部优秀电影 这才是大家想要知道的 就以这两个小时来看 我觉得五月雪周一般电影来说 其实并不合格 电影节奏有了很严重的拖沓问题 没有任何角色的发展 故事剧情也没有来龙去脉 在不了解任何情况之下 你只会看到一脸茫然 但问多少人对这起事件有的足够认识呢 年轻一代的可能甚至没有听过这三个字 但是 当你具备了以上的所有条件去观看这部电影 你就能感受到导演创作这部电影的心情 而那份心情包含着他对这一起事件的理解和感情 虽然513事件来自于过去 但电影的魔幻力竞源自于张吉安的眼睛 用最安静的方式带出最冷酷的事实 这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着他的概章 在此时此刻他的作品 早已超越了电影所设下的框框 这两小时的影片集合体 其实更像是一段倾注的感情的语言浓缩 随着电影主题曲5月的人在电影结束时开始播放 我知道这部这么难获得观众理解的电影 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最珍贵的电影之一 恐怕未来几年 我也很难把这部电影给忘记 那么今天电影团会到此为止 如果你有什么感想的话 请在下方评论 想听更多电影评的话 记得一定要关注电影提分 明镇这个影响